自己竟然反老环童从老灯变成了一个大帅哥 他简直无法相信镜子中的自己 为了确认他十万火急地冲向卧室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妻子竟然也在同一时间变成了一个大美女 直就是离了个大宝 原来老灯年轻的时候很穷 他一直很懊悔没能带妻子去录密约 可即便如此 老太婆还是依旧愿意跟着 他觉得拥有彼此的陪伴就已是很幸福的事 就这样 他们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 直到这一天 属于两人的命运齿轮却开始转动 两人来到了结婚时种下的苹果树前 却看到苹果树接下了一棵罕见的金色苹果 无独有偶 当晚男主在洗漱的时候竟发现自己烦恼还童了 与此同时 女主也从老太婆变成了大美女 这天 孙女来到家里看望两人 却发现两人正在院中劳作 不料这一打招呼就坏事了 此时他的大脑急爪弯 仿佛有十万个为什么在他脑海出现 不过他很快就认清了现实 并无时无刻撒娇黏住自己的爷爷 他甚至还希望独享男主 很快他把爷爷奶奶烦恼还童的事情 告知了来接送的父亲 他甚至拜托男主摆出了帅哥偶像写真的姿势拍照 第二天 两位老灯还在讨论男女主怎么没来公园参加活动 毕竟最近总没有看到这对恩爱夫妻的身影 该不会是身体变差了吧 本以为会是这么想的 可事实却是非常离谱 此时男主正在仔细地打量着该如何精准地追求 不料这一怕是坏事了 这便年轻的帅气模样 直接把在旁的老太婆迷的神魂颠倒 仅是一瞬他们成为了男主的忠实小弥妹 两位老灯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家妻子露出这种表情 女主悄无声息从身后出现 并热情地给他们递了热茶 不料这一猝不及防下 他竟紧张到与乌伦次手中颤抖 女主甚至还贴心地为他擦拭身上的污渍 这差点没把老灯给整除高血压心脏病发作 而在这一天 博西也回到老家看望两人 然而这一看又坏事了 他瞬间也差点惊掉下巴 慌张到与乌伦次赶紧跑去厕所 与此同时 女主竟然在社区活动中赶到背后一阵阵发凉 原来母女两人都是帅哥偶像宅 此时男主的儿子在看到两人变年轻后 非常苦恼 他还是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甚至质疑母女俩干嘛不早点告知自己 妻子谎称只是想等到老公亲眼看到确认再说 他也开始有点吃醋 没想到因为男主变成大帅逼后 博西和孙女竟因为迷恋帅气的男主 从而一家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了起来 女主只好伤了男主一巴掌结束了这场闹剧 在离别之际 女主给予了儿子一个摸头杀 原来自从儿子长大后 他就很少被自己的母亲夸奖 回想这一瞬间 儿子也觉得这才是熟悉的味道 在送别他们后 男主立马遭到一顿挨骂 这天 一群老灯正愁运动找不到人选 而南镇的学校要跟北镇合并 毕竟在这里高龄化越来越严重了 想到往年都是北镇赢下比赛 他们就非常郁闷 就在无计可施时 男主的出现仿佛是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那硕大的胸肌 瞬间让他们压麻呆住了 没多想就推上男主当运动员 于是在运动会当天 北镇派来了两名战将 一上来就嘲讽南镇已经老麦摔老 不适宜运动 看来今年自己一方也是会获得压倒性胜利的 然而老灯这一边也不服气 只因他们也找到了男主这张王牌 那就是苹果园的斋藤夫妇 文言北镇的老灯笑了 他甚至怀疑两人在欺骗自己 直到男女主的出现 一场拔河比赛正式开始 两位战将怎么也没想到 尽管自己使尽全力 仍旧无法拉开差距 原来是男主一个人在苦苦支撑着 而另一边 老灯想要女主作为啦啦队进行助威 然而女主却非常羞涩 虽然外表是大美女 但内心依旧还是老太婆 可奈何不住老灯的甜言蜜 她还是当起了啦啦队 就这样 在老婆的一阵阵加油声下 男主迸发出无穷尽的力量 凭借一己之力赢下了胜利 女主没想到 原来男阵的男人非常单纯 就喜欢这一款吧 第二场是两人捆绑接力赛 这是北镇的强项 毕竟两位战将是一起活动 超过十年的兄弟 非常了解彼此的习惯和节奏 而相反 男阵这边的老灯就非常吃力 然而就在接力的那一刻 男女主竟迸发了前所未有的配合 对于他们生活将近70年的老夫老妻来说 这点配合简直就是小儿科 他们甚至还想一直跑下去 就这样 他们轻松赢下比赛 接下来无论是投篮 还是推球运动项目 他们都是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出事不利的两位得力战将瞬间猛逼了 像是泄了气的气球一样 不过老灯还是鼓励他们别放弃 就这样 正因男主的帅气 他在一群老灯和老太婆的热情招大和夸奖下 逐渐迷失了自我 这两个想要去大城市发展的小伙子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路过苹果园的时候 遇见了一个80岁的小姐姐 瞬间就打消了去东京的想法 两个小伙的脸已经变得比苹果还要红了 落荒而逃的时候 还在感叹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 而远处80岁小伙驾驶的货车也开了过 两个小伙就这么呆呆地望着80岁的俊男靓女 缓缓离去 看着离去的两人两个小伙以后也想重点了 什么东京南京不去也罢 我只能说有这个想法 你至少少走60年的弯路 回到家后的老奶奶偶然间 铁到了老头子正在看的报纸 虽然老奶奶什么也没说 但是从她的眼神中 老头子已经洞穿了她的想法 第二天正在做饭的美女 突然看到了桌子上的信封 打开一看正是自己期待的那条裙子 不愧是生活了50年的老夫妻 实在是太短 甜 太甜了 时间一晃两人在屋里看起了孙女们喜欢的电视剧 老头子表现得很是无所谓 但是这一幕对老脖子来说 那冲击力可是相当强大的 直接就让老头子配合自己来一出大戏 虽然老脖子内心的小路已经快要撞出来 但还是强撑着说我们相处了50年 肯定是没有感觉的 直到老头子走后才暴露了出来 时间再次一晃来到了黄昏 孙女也来到了老夫老妻家里 他们一探居然是一个麦鱼的老婆婆 老婆婆说的是口音很重的青青腔 就类似河北每个线口音都听不懂一样 孙女也是一点也听不懂 就在孙女不知所措的时候奶奶终于出现了 而麦鱼的老婆婆看着大美女奶奶也是发出了灵魂问号 在经过孙女的一番解释之后 奶奶也是接手了和麦鱼婆婆的聊天 看着能和麦鱼婆婆无缝沟通的奶奶孙女已经彻底被征服了 而这时麦鱼婆婆却突然揉起了孙女的脸 看着可爱的孙女麦鱼婆婆也是忍不住想让她当自己的孙媳妇 请务必让我跟奶奶结婚 时间一晃又过了好几天 二孙女来到了老夫老妻家里 经过奶奶的沟通 二孙女施奶也是如愿地住了下来 施奶来这里的目的是因为和爸爸大吵了一家 因为他爸爸总是逼着他去考医学习 从此施奶就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逃避课业 逃避爸爸 看着可怜的孙女 美女奶奶也是只用了一招就把施奶给征服了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众人准备去海边旅游 但是现在的泳装实在是太暴露 美女奶奶根本就接受不了 而二孙女也看出了奶奶的窘境 直接就让奶奶不用畏畏缩缩的 放心大胆地穿就行 这跟年纪无关 能让喜欢的人感到不知所措不也是很不错吗 听到这的奶奶直接就逃避话题逃走了 而睡着的老头子肯定是装的 毕竟漫画里他可是那个 时间来到晚上六点 美女奶奶接到了一个冒充他儿子的诈骗电话 但是聪明的奶奶直接打开了录音键 并表示你就算不是我儿子需要钱的话 我也会打给你 话还没说完 骗子那边就把电话给放下 第二天电视上就播报了那个骗子去自首的新闻 真是太牛逼了 身体变年轻之后视力也变好了 大孙女听到之后 直接就跟奶奶玩起了爱的小游戏 经过这个事的大孙女还是不服输 说起了爷爷奶奶谈恋爱的时候签没签过手 老夫老妻面对这么羞耻的事情 当然是毫不留情地反驳了回去 时间来到第二天 买完东西回家的老头子 在此时发现了美女奶奶的左手 今天居然没戴手套 看着这一幕瞬间就想起了大孙女的话语 如果此时签上去的话 那不就是彻底败给了大孙女 虽然大脑是拒绝的 但是手还是还诚实地勾起了手指 时间一晃两人来到了二儿子的医院 在做了检查之后 发现两人现在呼气比以前好 过快的脉搏也降了下来 这是真的变年轻了 在送走老夫老妻之后 解释了二儿子医生的由来 奶奶在黑发的时候就有肝癌 而为了拯救自己的母亲 二儿子也是拼尽所有才当上了医生 但是当上医生之后 也只能是介绍医生开药和检查而已 但是现在的奶奶由于苹果的力量 从而变得年轻了 即使这不是自己的功劳 但还是有种得到回报的感觉 而开头的那棵苹果树 正是老夫老妻结婚周年种下的 后来在一次台风的袭击中 这棵象征着爱情的纪念树被封刮断了 但是老头子就算拼上自己的性命 也要救活纪念树 可能是感受到了老夫老妻的爱 被救活的纪念树 经过多年酝酿接触了这棵金苹果 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彻底倒下去 随着苹果的倒塌 奶奶也进入了梦乡 在梦中苏醒的奶奶一眼 就看到了空中漂浮的巨大沙漏 这应该就是代表她生命的沙漏 沙漏流干的那一颗生命也会随之结束 还不带奶奶深入思考 沙漏就自己倒转过来 这应该代表着苹果树赋予二人的心声 第二天聊天的老夫老妻都做了这个梦 而今天也是两人结婚58周年的纪念日 老头子表示自己什么都没准备 而美女奶奶自然是不幸 就算她没准备自己也准备了红豆糕 说着说着就走到了冰箱门前 老奶奶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老伴居然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而起因居然是因为老两口玩恐怖游戏实在太起劲了 为了预防变年轻的老两口老年痴呆 孙女小事给他们介绍起了一款恐怖游戏 起初两个人觉得并没有意思 毕竟只是动动手指盯着屏幕暗儿 关键这游戏里的丧尸还会动 这让他们很是害怕 而令他们最没想到的是 游戏里的主角竟然还是自己 此时的小事也似乎意识到这游戏并不适合他们 要是再下出个心脏病就不好了 可谁想只是这么一会儿功夫 老两口却越玩越起劲 着实把小事吓了一条 可就在晚上老爷爷进入到了一个梦境中 身旁是一个巨大的时间沙漏 自己在变年轻的这段期间一直梦到这个东西 他思考着是不是这段时间过得太疯狂了 所以时间也随之消耗得很快 自己可是还有很多事没做呢 儿子为他们规划的蜜月旅行也还没去 以老奶奶现在的身体状况来说 正是带他去的好时机 可就在这时沙漏突然翻转了过来 看着奶奶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爷爷说到果然你还是喜欢年轻的我 现在这副模样和你待在一起 简直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但奶奶却满心安慰到 自己喜欢的不是年轻的你也不是年老的你 而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叫做斋腾的男人 老容易受池戻的了 老爺要不足 老爺要不なく 老爺不可能是盯着 老爺想只有一点 老爺 老爺想要不及 我老爺想有了 老爺想要不及 老爺ина啊 老爺的物败 老爺想要不及 老爺想要不及 老爺的物感染 人生亦热 老爺是 老爺想要反过哪 此日一早两人再次来到医院检查身体 眼前的景象属实让自己的儿子都不敢相信 自己的父亲居然回到了老年模样 他告诉母亲 就目前状况看来 父亲的身体并无大碍 反而比变年轻之前好一些 之后应该会逐渐回到符合年纪的身体 可反倒是母亲 他现在还是二十几岁的健康身体 这样子下来他或许比自己都还活得长久 而这时奶奶也陷入了沉思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爷爷会比他先走一步 到那个时候 自己的孩子们也许都已经不在了 等到他们回到家以后 魏奶家三人也是被惊呆了下巴 不过爷爷让他们别担心 自己就算变回老年的模样 可体力还和之前一样哦 要不信的话掰手腕试试吧 这时的大儿子劝道父亲可不要勉强 自己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好吗 你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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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费了一件事 好吗 好吗 就这样爷爷赢得了比赛 随后老两口便出发购买装备 可却引来了其他人的议论 因为他们看着实在不像一对夫妻 就连店员都以为他们是爷爷带着孙女出来购物的 此时的爷爷为了避免尴尬 也就默认了这件事情 可奶奶却不同意了 回到家以后爷爷看着两人最喜欢吃的大福陷入了沉思 变年轻的时候两人经常吃 可最近奶奶都不当着自己的面吃了 应该是害怕变老的自己引发糖尿病吧 果然他还是太了解奶奶了 等到夜深人静 爷爷睡着过后 奶奶端出一大盘大福开始吃了起来 自己正是因为担心 爷爷现在的身体吃太多糖会引发糖尿病 所以才不敢当着他的面吃 可就在这时爷爷却突然出现 这让奶奶着实没想到 赶紧解释到自己可不是在偷吃 但就在晚上 爷爷再次陷入梦境当中 他看着这奇怪的沙漏思考了起来 既然把沙漏翻转过来会变成老年 那自己再翻一次是不是就能变年轻了 果不其然 第二天一早他又又又变年轻了 可奶奶的反应却是很平淡 紧接着他问到爷爷 他们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不老不死了 婆様多分それはない 砂が外さこぼれ落ちる仕掛けになっていて いずれ空になる 砂が尽きるとどうなるか分からんが 私はそれで今回の若返りの奇跡が終わると思っとる 大丈夫だ 私らは平原ではない 息子たちより長生きすることはない 砂時計の具合から見て あと数年ってどこかな 私が婆様だけ置いていくことはないから 安心する ありがとう 水 老頭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老伴居然越活越年轻 这一次甚至回到了懵懂的学生时代 就在这天 蔚乃邀请爷爷奶奶去参加学校的家长陪伴活动日 一听消息的奶奶很是兴奋 和老伴一起重回校园生活不知道是什么体验 可看着日历表爷爷发起了愁 周六得去给苹果树施肥 周天得去医院做体检 这次的校园之旅可能是去不了了 文言蔚乃很是失望 问到奶奶一个人能去吗 不过奶奶却表示 自己无法丢下老伴一个人去玩 可就在这时 爷爷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看错了日历 刚刚那是下下周的行程 对此奶奶和喂奶也是感到无语 爷爷你可真是只有身体变年轻了 随后爷爷说到既然有时间了那就去了 奶奶也是开心的笑 自己越来越期待这次体验了 就连晚上睡觉都兴奋的睡不着 很快来到活动日当天 爷爷奶奶很早便来到了镇 看着奶奶一脸开心的模样 爷爷也是很欣慰 而很快漂亮帅气的老两口 便被一群学生包围 因为他们早已听说过 南镇有两位超好看的夫妻 就在这时 一旁为他们送饮料的同学 不小心将饮料弄洒在了奶奶身上 对此他们很是不好意思 但好在他们认识隔壁服装社的同学 可以为奶奶借来一套制服换上 而换上制服的奶奶 让面前的女同学都自愧不如 此时门外的爷爷也很期待地等着 自己还从未看过学生时代的奶奶呢 等到他走进去看到奶奶时 仅是背影就让爷爷很是吃惊 随后两人来到教室 体验了一次同桌的感觉 看着眼前的奶奶 爷爷称赞到不愧是当年的笑话 自己真是有福气 而此情此景两人也是玩起了剧本演义 沙咲さんは好きな人とかいるんだか いませんね どの方に興味はないです そうか もしかしてばあさま 今日ずっとこんな感じか だめだ やっぱりこういうのは体が痒くなるべ でも好きな人がいないなら もしかすると この人は自分に魅力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70年前 私に声をかけてきた 殿方と同じ思考で つい吹き出してしまったぜ どうしよう すげー入りづらいんだけど 意地悪するでねーばあさま やだ まいてよ 体验完青春恋爱的气息 两人来到魏奶和武士兰 创立的女仆咖啡社 这让从未有过这种体验的老两口 觉得很是新奇 可此时的武士兰却很是恼火 因为这里除了老两口以外 没有什么其他客人 大量的客人都被隔壁班学生 和家长创立的拉面店吸引去了 虽然魏奶的存在 吸引了些许男性客人 可这还是不够 要是能够想办法 拉到女性客人 那就好了 而武士兰和魏奶 也是不约而同的 就想到了爷爷 就连奶奶也表示 随后两人又一起参观起了 学校的历史照片 但让奶奶遗憾的是 这上面却没有爷爷 可话刚说出口奶奶就后悔了 因为爷爷根本没有上过学 年轻的时候 由于家庭贫困 供不起自己上学 只能继承家里留下的苹果地 在这样的家庭下 爷爷没有选择的权物 但爷爷却说到 自己很庆幸没有上学 正是因为这样自己 才会在老家的神社里 遇到奶奶 最后才会和奶奶结婚 可这样的深情时刻 却突然被打乱了 就这样完美的一天即将结束 只剩下最后一个活动营火网会 此时的武士兰 想要邀请魏奶同自己一起参加 可看见奶奶和他待在一起 自己不方便上前发出邀请 就在这时爷爷出现了 看着一脸紧张的武士兰 和里面的魏奶两人 爷爷也是明白了一切 在爷爷的助攻下 两人也是如愿以偿参加上了晚会 可在回去的路上 奶奶还是有点小遗憾 没有非常完美的结束这一天的体验 不过爷爷安慰到他 这可是孩子们的活动人 还是得给他们留一点空间的 但就在晚上 奶奶也突然来到了梦境之中 想起白天发生的一切 奶奶觉得甚是美好 不过明天要去户籍事务所办理手续 自己还是先变回去吧 可就在他准备翻转杀漏之时 地外却发生了 准备翻转杀漏之时 这绝对是四月最强催婚心犯 斋藤一觉醒来 发现老婆不仅样貌重返青春 就连记忆也回到了和他相遇之前 此时伊音慌的一批 有种穿越到百年之后的感觉 但手上的戒指可以证明 他的确是斋藤的老婆 得知当年是他倒坠 让伊音很费解 未来的自己为什么会爱上斋藤 因此他希望斋藤 能重新再让自己爱上他 伊音一脸疑惑地看着斋藤 他还没见过一家之主会做家务 只因斋藤的老父亲 就是个大男子主 所以父亲就成了他的反面教材 况且他不擅长料理 从前都是老婆负责做饭 所以其他家务他会一起分担 一想到老婆还要陪自己夏天工作 他做不到只顾着自己想亲父 也不会因为自己做了事 就洋洋得意 斋藤表示自己睡一觉 也会变年轻 伊音一开始是不相信的 却不料第二天斋藤 又恢复到了颜值巅峰 但伊音对此刻的他依旧没有印象 看着斋藤失落的背影 不知为何伊音心中泛起一次联姻 莫名有一股想和他分担的冲动 斋藤带他一起看孩子们的照片 他得意他们的孩子都很孝顺 伊音担心万一他们知道自己失忆 肯定都会大受打击 斋藤猛逼忘了今天是儿子一家来的日子 事到如今伊音只能扮演以前的样子 即便时代不一样 但母亲的职责从未改变 那就是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们难过 却不料伊音刚一开口 说话的语气就暴露了 斋藤甩锅是之前孝庆的后遗症 前段时间他在未奶的孝庆里穿过高中制服 之后就改不掉上女校期间的说话语气 看着一旁会关心自己的温柔女孩 一想到他体内流淌着自己的血脉 伊音就没忍住将未奶拥入怀中 为了不让孩子们担心 伊音决定亲自下厨 却不料自己的厨艺也退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无奈只能让斋藤教自己切菜 此时此刻伊音感觉很怀念 之前吃了未来自己做的剩菜十分美味 他不理解厨房小白的自己 是怎么进不到那种程度 现在却隐约明白 原因或许就是身后的这个男人 事后斋藤又带伊音来到曾经他被告白的地方 但他却依旧没有想起任何回忆 因此他有一个建议 就是重现当时的情况 可以听说是自己主动的 伊音就不敢相信 他按照斋藤的说法先去触碰他的手了 伊音简直不要修死个人 他是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如此 就这样共同生活了好几周 但他的记忆却始终没有恢复 今天斋藤因为有事 晚饭他只能一个人在家 目前也没从斋藤身上看到让他爱上的要素 而斋藤更是一点都不积极向自己示好 甚至还把失忆的自己独自留在家里 提前给他做好的咖喱也不好吃 伊音抱怨斋藤似乎不知道 让他一个人在家会很不安 可这几周他已经学会了基本的生活方式 正常来说就算斋藤不在家 也不会出现不安的因素才对 他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不安 伊音回想起16岁那年 是他主动向斋藤告白的 此后每天斋藤都会跑来神社见他 但家里人跟斋藤家有矛盾 所以就禁止他们相见 为了能正式跟他交往 斋藤不惜逼头给他的家人认错 最终才答应让他们见面 可再次相见的时候 斋藤脸上轻易筷子一块 为了见他斋藤不惜跟父亲吵架 随后在他重病期间 也是斋藤帮忙支付的治疗费用 伊音不愿拖累他 跟自己一起只会带来不幸 但斋藤却完全不在乎 如果会有一万个不幸将 那就给他带来更多的幸福不就好 哪怕为此用上整个人生也在所不惜 事后斋藤也果然遵守沉默 夫妻俩和谐美满到白头 夫妻俩和谐美满到白头